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优秀的国军啊 一架幻象两千战斗机 想到这个大海里面去洗个澡 所以说呢 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新闻了 那么对于这些飞机想要去洗个澡 我们看一下事情的原委 有一段时间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说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台空军新竹基地一架幻影战机 十日晚间八点多在新竹外海夜航训练失事 船出飞行员弹射逃生 台空军与海巡舰艇展开海空搜救行动 而目前最新的情况 市中的飞行员在港南里西南方16.7海里处寻货 据了解在晚间八十三十五分时 台防务部门机号2047幻影2000单座机于新竹 南辽西南方16.7海里外海失去动力 飞行员谢佩勋少校已跳伞 台军方搜救机随即从嘉义机场起飞前往搜救 海巡署派一舰四艇前往救援 台所为防务部门负责人孤立雄则表达称 妄能尽早巡获飞行员理清肇事原因 晚上十十二十二分 台防务部门搜救机于北纬24-47.04分 东京120度-36.85分处巡获飞行员 该南一时清醒已送新竹空军医院 那么很庆幸我们这名国军优秀的飞官 这个声明力是比较顽强的 这个虽然飞机要去泡个澡 要去搓搓背 要敲个大背 那么他呢 因为跟战机已经合二为一了 那也要去陪着他一起去什么洗澡 但是这一次呢 他这个声明力比较顽强 所以说人也被寻获了 这也是一件好事情 毕竟都是爹妈养的 也都是爸妈的宝贝疙瘩 妈妈的好大儿 对吧 你说一下子就没了 你说家庭他也会什么 很悲哀的 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这个什么 悲伤事件 那么这个事故啊 他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夜间训练啊 最害 我个人认为不是的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解放军的战机到这里来飞行 啊 然后台军上去拦截啊 这那的啊 可能在空中缠斗了一会儿啊 因为最近他们比较跳嘛 对不对 最近他们比较牛逼 再加上今天呢 美国又通过所谓的 啊台湾冲突法 说要把中共内部啊 这些官员在海外的财产公事 啊公事呢 呃可能 就是说你国内好像也不所谓啊 你有防火长城 或者说你说他是假的啊 但是我要制裁你不能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或者有的财产 我给你冻结掉 啊 看你怎么办 那做这个事情 你这样做那不就是给中国反腐败吗 对不对 我说只要 今天中国只要习近平不贪污 习近平啊 没有这种事 就OK 啊 下面的人谁有他就干谁 就这么简单 啊 人民也是这样的 对吧 你有些人啊 确实是在海外藏富了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的 啊 你看薄熙来在法国尼茨还有别墅呢 是吧 啊 那你说其他人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人担忧自己的财富 那肯定 会在内部啊 这个 就内部势力 在阻碍统一大业 好 那台湾觉得哎呀 这样一搞啊 牛逼了 战机就什么 赶飞出来了 之前你看都没事 之前为什么没事 因为在解放军2020年启动对台灰色地带行动以后 其实台军一开始也是上来拦截 上来缠斗 牛逼 后来陆续摔了死了有七八架飞机啊 算在一起 还有一种武装直升机也算 七八架飞机没有了 各种型号的啊 金国号出事情 F51出事情 F16出事情 幻象2000出事情啊 阿帕基出事情啊 还有黑鹰这那的 反正都出事情 海陆空都有事 所以说呢 后面解放军开始了这个围台军演以后 再加上把他的领海领空都没收掉 导弹脑门上飞过去 那战机呢 从佩洛西来的那一刻 也是飞到台湾那边去半飞的啊 苏三五战机飞过去半飞的啊 所以早就已经在他的上空在飞了 你像共军他拍那个阿里山 那个中央山脉拍的那么清晰 你说那个距离有多远 你只有在脑门上飞那才能拍到那种 那个细节很清楚的 这里是是什么植物 那边是有什么小路 有什么悬崖 一清二楚的 你说是在外部这样拍吗 那个相机像素没这么猛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在这个脑门上空 这是一个事情 那 所以说台军为了避免啊被解放军搞 所以他基本上就不不飞了啊 不就不拦就进行不进行拦截了 保存战力了 很多飞机都藏到加山空军基地里面去了 啊要飞也是什么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飞一飞 或者说飞起来让台湾老百姓看到啊 战机在执勤 只要让你看到飞得够低看到就OK了 半夜有的时候拉一点防空防空警报啊 发飞机马达声轰一轰啊就完事了 但现在你看有多少网友说听见这个声音没有了 那么今天呢老美啊给这个台湾搞这样一剂强心剂啊 那台湾牛逼了 牛逼了不就要飞出来吗 不要又重新飞出来牛逼拦截吗 而且他这个位置新竹的位置 大家要知道台湾很多飞机他搞训练啊 他不在这个位置搞训练的 他在东侧那边搞训练的啊 西侧这一边他不怎么搞训练的 因为他很害怕说西侧这边搞来搞去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之前那个有架F16V也是在这边是坠到海底里面去 飞行员都死在那个那个飞机里面 对不对 蒋正志还在花东外海 还在那个下面还没捞上来 还没捞上来 对吧 而且台湾这个地方都败鬼啊 他以前华航那个空难 对吧 从海底里面那个冤魂 从海底里面打电话上来到阳间 他很冷 我好冷啊 对吧 我好冤啊 我死得好冤枉 台湾这一代 他这个灵异事件也比较多 所以说呢 他们那些人又很迷信 所以在这里他不愿意过来飞 那现在牛逼了 那解放军晚上经常到台湾那边去的 台湾那边那边去 他今天哎 牛逼了 插马逼 开上来 要扬眉吐气一下 好 搞一搞 逗一逗 那有可能啊 我在想 你看解放军啊 都敢 都有画面啊 都敢对美军的飞机 加拿大的飞机 澳洲的飞机 直接敢进行在前面这样子 释放尾流 直接直接就这样晃 比如说打那个照明弹 啊 打那个啊 蓝烧弹 就就是就是搞你 那我在想 台湾这飞机过来老逼兮兮的 或者说他在这个地方进行所谓的训练 共军直接过来 我跟他玩一下 他他啪了一下子就就下去了 啊 他啪了一下子就下去了 啊 这个倒不是电子战搞的 的他 啊 不是电磁脉冲武器搞的 他 因为他 他之前那些都是电磁脉冲 因为他那个飞机弹射的那些 啊 这些他都他都搞不出来 他哪怕是机械弹射的 啊 他也会他妈的出问题 那就是说保养本身就不好 飞行员情急之中 啊 人也是 眩晕了 啊 可能就被这种强行的这种 电磁波搞成的眩晕 他都没有没有打 没有弹出来 有些他是跟那个电子的那个是分开的 啊 有的时候飞行员他大多数他这个弹头 他是机械的 就是我摁下去跟这些电子设备没有关系 但是人好像被搞晕了 啊 像蒋正治也很典型 还有这个F16V的那个也很典型 直接就这个都没打开 直接就钻进去了 眩晕啊 被那些强强电磁波搞得就不舒服 但今天这个应该是在空中他妈虾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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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的 虾虾虾虾的 虾虾虾虾的 虾了以后直接就钻进去了 所以他能意识是清醒的 马上一一弹射 啪就飞出来 啊 飞出来之后了吗 这个求生欲蛮强的 在海里他实际上已经属于喂鱼的一种状态了 对吧 这两天还那一带 这两天还有一些台风啊 像上海这边也在打一些台风 那个地方海里面也不太平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马上就给他救上来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啊 那么 接下来他要是他就别嘚瑟 他嘚瑟射就多了 台军中将承认 台自治潜艇驳港测试 有十多项缺失 导念网友讽 不担心他潜不下去 只会害怕扶不上来 台军吹嘘许久的自治潜艇 啊 潜艰海坤号正处于驳港测试 接在码头进行细驳实验阶段 台湾中日新闻网联合新闻网 9月10日报道 台湾海军参谋长中将邱俊荣 今日时日称 海坤号驳港测试项目 目前进度大概到50%至60% 从测试到现在有十余个项目 缺失要改 并称没有外界所说 七十余项 对此有导念网友讽刺称 不担心他潜不下去 只害怕他扶不上来 那么这个项目呢 本身呢 这个台湾是造不出来的 之前搞出来一个 不是被砂锅焖鸡 焖在海底 活活被焖死了吗 啊 他现在在搞这个东西 我觉得 他没这个技术 这个东西是很考验 国防军事工业的 啊 基础工业的 啊 不是说你台积电能造出来 啊 你他妈的这个军工的东西 你也能搞 那是两码的事情 啊 而且现在潜艇 它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 啊 你要你在海底去玩 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又钻到海底下又死掉了 你看台湾那个 这海军他妈死掉 啊 陆军死掉 空军死掉 真的啊 五部一小庙 十部一大庙 啊 还喜欢拜鬼啊 多拜拜 啊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